嗨 各位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 爵士谷進階教學 我是阿傑 今天呢 要來教各位一個進階的過門 節奏在這邊 看到嗎 好 那如果是第一次觀看我們節目的 觀眾們 我現在跟各位解釋一下這個音符的構成 正常位的話正常位是這邊會寫個四次 意思就是以四分音符會一拍一個角節有四拍 那音符的構成的話今天會看到這些幾個熟面孔 看到嗎 熟面孔 那跟各位一一介紹一下 這這個為 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那 依此類推 依此類推 這個 四分的話 這是八分 是八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OK 那今天還會看到的是 休止符 今天看到的大概是這樣 這是八分休止符 修正 八分休止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OK 那 剛有說嘛 如果這裡家裡有一個 打擊板可以練習的話OK 沒有鼓所以用練習 那個打電板的練習 然後 最好是今天家裡會有節拍器 今天就 最好是搭配節拍器來 練習你的節拍比較穩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先以 八十九十 九十好了 可以先從八十開始 從八十好了 每次加五 OK 剛剛有 來我們先看到我剛剛的四分音符 對不對 四分音符很簡單 聽到滴凸滴凸對不對 對 一次一下 對 有沒有 好這是四分音符的部分 然後 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就是 一拍兩下 剛剛是這樣對不對 四分音符 然後 接下來兩下是什麼 就是這樣 有沒有 是不是很簡單 稍微小難一點 一拍要把它打兩下打滿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這個就是八分音符的運用 接下來我剛剛有說一個休止符配上 八分休止符配上八分音符會怎麼樣呢 就是類似反拍的概念 正常是這樣 正常 反拍會變成怎麼樣呢 有沒有 反拍 有注意到那個差別了嗎 好 OK 有這些音符概念之後呢 今天要教這個過門節奏就非常的 複雜 有 我們剛剛說的 四分音符跟八分音符的連結 還有 連續四個 八分音符的 連續 把這個兩拍填滿之外呢 再來一個休止符 所以 這過門的構成呢 非常的難 那我先示範一個如果你們在家裡 沒辦法練習的話 這是大師級的 大師級的話要把速度調到180左右 180 速度180 速度180 配合上這個譜的話 可以在家練習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試著用手 試著用手 好 1 2 3 4 這是這次的進階過門 1 2 3 4 5 5 5